这个季节是海虹大量上市的季节 又肥又鲜又便宜 今天教大家海虹在家到底怎么做好吃 首先我们把市场买回来的海虹 用清水多清洗几遍 有毛的咱们把它扯下去 洗好以后放入锅中 不用加水啊 扣上锅盖大火煮三分钟 全部开口了 咱们把火关掉 把肉上带毛的咱们给它扯下去 这个是塞 怕有沙子 咱们给它扯下去 处理好以后放一边备用 完了咱们切点这个小发芽葱 再切点香菜 有红尖椒 咱们切点配下颜色 再放点泡好的沫 这个时候咱们调个汁 完了得放点腊根 再来点生抽 少放点盐和鸡精 再来点香油 辣椒油 再来点蚝油 搅拌均匀 完了倒入盆里 用你的小手上下翻拌均匀 这不就好了吗 往牌里一装 正经不错的一道小菜 学会了 记得给老爹来个双鸡 祝好 往牌尹 归 红色 ro 轻